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,我国65岁人口突破14%,迈入高龄社会,内政部统计,台湾各县市老年人口比率,嘉义县、云林县、南投县成为前三老县市,而连江县、桃源市及新竹市则分居最年轻县市前三名,我国老年人口性比例于今年3月底,降至84。 9. 及男性老年人口数约为女性值85%,据估计,我国将于8年后迈入超高龄社会。 内政部指出,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1993年底的149万亿千人逐年低增至2018年3月底的331万两千人,共增加182万一千人,占总人口数比例游7。 10%上升至14。 05%一级台湾在25年内由高龄化社会迈入高龄社会。 内政部也指出,依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,预计在8年后,也就是2026年,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0%,与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及欧洲部分国家同列为超高龄社会。 以各县市老年人口占县市总人口比率来看,以嘉义县占18%,61%最多其中以六角厢25%,48%鹿草厢24%,99%一竹厢24%,73%最高云林县占17%,69%次之其中以水林厢24%,38%云长厢24%, 保持绳P IN MARAXAN 通财9%是数 shut down 这我新ßer İQicken gerMicro这是 heaven ch 127%的那种还将只许多个海纲盘彩培った伟大厢12% keeps coming to fuel for neighborhood from the river 将21% intelligence 百分之九十八%辖高南投县占16% 70%居第三赅中乃中辽厢22%,63%��优江22% 鹿北谷江216% Mir Jae11 21 06 百分之较高 反之来看 连江县桃源市及新竹市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0 73 10 96 及11 64 较少 其中分别以东影乡7 73 卢竹区8 94 香山区10 86 最低 单以全国368个乡镇市区官知老年人口占该乡镇市区总人口比率排序前五 分别为新北市平西区28 57% 高雄市田辽区27 84% 台南市佐镇区27 37% 苗栗建市盘乡26 47% 台南市龙骑区25 97% 台湾总人口性比例每百女子所当男子数从2013年11月底 起低于100 女多于男 而老年人口性比例则早在2005年9月底起及低于100 2018年3月底更降至84 86 意味着男性老年人口约为女性的85% 主要是男性死亡率相对较高 导致性比例持续下降 特别的是出连江县性比例111 43位男性老年人口多于女性老年人口外 其余县市老年人口均为女性多于男性性比例较低的前三县市 魏嘉义是79 48 新竹是80 31及台北是81 12 在扶养比方面2017年2月底每百位工作年龄人口15至64岁者所需扶养的依赖人口数0至14岁及65岁以上 人口者为36 32人其中扶老比为18 18人首度超越扶幼比为18 14人及扶养老年人口数超越幼年人口 而各县市扶养比台北市43 52最高云林县41 67居次新竹市40 74居第三 若看扶养结构 仅新竹市新竹县 桃园市台中市及连江县等五县市 其扶幼比高于扶老比 其余现实则呈相反现象